4月24日上午,2018年新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在昆明隆重开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冒促会、商市法律服务中心 昆明市博览事务局等主要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同时,还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近百名企业代表 以及1100多名高校师生共同参加开幕仪式及相关活动 据悉,品牌策划竞赛已成功举办了5届 该活动已成为中国品牌与国外品牌交流切磋品牌建设经验的重要平台 该大赛以产学合作为基础 服务中小企业品牌培育和服务中小企业走出去为宗旨 不仅考核参赛选手基于中小企业的品牌运营状况 运用品牌管理相关知识 开展品牌策划的实战能力 还进一步提高了在校大学生的动手能力 创意策划能力和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 这些公民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就学生跟各地都能交流 所以学生所能受益的呢 就是说他可以说观摩别的国家的学生 他们的能够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 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据了解 此次选拔赛分组赛环节 采取品牌策划方案陈述 与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 主要考核选手基于中小企业 目前的品牌运营状况 运用品牌管理相关知识 开展品牌策划的能力 各参赛队以品牌策划工作室的名义 基于企业目前的品牌状况 研究其商业模式 制定一份旨在提升企业品牌的策划方案 最终将选出每组前两名 参加选拔赛精英赛 冠亚季军的角逐 进入精英赛的选手 均有资格代表中国大陆地区 于6月17日赴新加坡参加全球总决赛